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世界主要大国都拿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方案 都在推动能源转型 新能源汽车 太阳能 风能 这些清洁能源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发展 当然在这股大潮的背后还有另外的考虑 我们在第六期的全球智库报告解读视频课里面 已经讲到碳达峰碳中和 实际上也是一次全球性的能源结构 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 谁跟不上 谁就可能落伍 但是常识告诉我们 凡事都需要基础 凡事也皆有成本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能源发展 也不可能例外 前段时间有一条新闻 说新能源汽车电池荒来临 全球动力电池缺口 或将达到40% 这就很有意思了要知道新能源汽车可是各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一个重要途径 就在大家都在谈论何时淘汰传统汽车的时候 怎么新能源车很基本的一个物质条件电池会不够了呢 实际上接下来可能出现短缺的肯定不只是电池 真正的问题是构成新能源技术最基础的那个部分 关键矿产可能出现短缺 从今年年初开始 世界主要智库和研究机构 就高度关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问题 认为这很快会成为下一步国际竞争的一个新焦点 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一直在跟踪 这一期讲座就和你一起来梳理一下 好先看第一个部分 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美竞争的维度 这两年来中美战略竞争这个词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已经比较熟悉了 无论是讲政治外交军事这些传统领域 还是讲的半导体供应链新技术研发 中美战略竞争都是没有办法绕开的一个重要变量 那现在关键矿产供应链这个话题突然热起来 里面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中美战略竞争 我这里有两份美国智库的报告 一篇是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 6月22日发布的美国至关重要的战略脆弱性 说的就是美国人最关注的一种矿物 稀土 你知道稀土是现在高科技产业的一种关键原料 计算机国防工业的尖端武器制造都离不开它 那美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先进军事机器 对稀土的需求当然非常高 但这里的关键在于 美国用的稀土大部分来自中国 这在过去不是问题 现在不一样了 一些美国人就觉得美国和中国越来越处于竞争状态 这种稀土依赖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个重大风险 必须解决 这篇报告我在周报栏目介绍过 这里就不多说了 但是你看 报告这个逻辑是很明显的 由于中美战略竞争 所以关键矿物供应才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那我们看的第二篇报告实际上也是这个逻辑 近期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也就是CSIS 出台了报告关键矿物供应链的地缘正值 一共30多页 也是从中美角度来看问题的 不同点在于 它所说的是全部关键矿物 而不仅仅是稀土 CSIS这篇报告说 实际上美国对中国在矿物供应链上的担心 不是现在才有的 要早得多那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010年还是奥巴马政府时期 为什么呢 你可能还记得那年啊 我们有一艘民间保钓船进入了钓鱼岛海域 结果呢被日本非法扣押 这个事情当时闹得很大 中国要求日本政府放人 并且呢对出口日本的稀土资源进行了限制 CSIS这篇报告说 这个事情对美国震动不小 所以当时就开始想办法 避免在关键矿物供应方面呢 过度依赖中国 但那只是一个开始 报告说 美国在这方面真正加大力度 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当时呢 美国政府明确把35种矿物 其中就包括稀土 列为了关键矿物 要求呢在这35种矿物上面降低对外供应的依赖 现在呢拜登政府对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视 拜登一上台就要求对美国的供应链情况呢 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 也就是我们说的白日评估 这次白日评估只针对美国最关键的四个领域 关键矿物就是其中之一 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出来 美国对关键矿产的关注度确实很大 那这35种关键矿物里面 美国最关注的是哪些呢 这篇报告也讲得很清楚 美国虽然列了这35种关键矿物 但最关注的是其中的两类 第一类呢就是上面说过的稀土元素 对中国依赖很大 那第二类就是和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的矿物 或者呢叫做清洁能源的基础矿物 这个问题可能就更突出了 因为下一步美国拜登政府要大力推动清洁能源开发和使用 这样一来呢相关矿物材料的消费量要大大增加 那这些矿物的供应链中谁占的份额最大呢 按报告的说法也是中国 报告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我们讲错一开始就提到的电动汽车用的电池 其中必须用到两种关键矿物 锂和骨 先看里 报告说中国在锂的全球供应链当中影响非常大 但不是因为中国的锂矿多 因为中国的锂矿储量和开采量都排不到世界第一的 那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锂的精炼环节特别的强 全球第一 全球精炼里的60%都是中国生产的 再看股这和锂的情况很相似 按骨矿储量来说中国是很一般的 世界的骨矿主要在哪里呢 主要在非洲的钢果金占世界的60% 那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报告说中国企业在钢果金大量投资那里的骨矿做骨的演练项目 所以中国虽然自己没有多少骨矿 但演练加工以后的骨却主要是中国提供的 占了全球的72% 所以CSIS这篇报告就说 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当中 早就不是一个低端的原材料供应方了 而是在上游中游下游同时扩展影响 那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中国在全球矿产供应链当中 正在占有主导地位 而中国这种主导地位呢 是当前影响其他经济体相关矿产供应战略的关键因素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篇报告认为是因为中国影响太大 其他国家担心过于在关键矿产供应当中依赖中国 所以要矛着劲在这个问题上展开竞争 所以你看这些报告实际上都是盯住中国的 都把中国作为下一步关键矿物供应链竞争的主要推动力 这个视角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中美竞争维度 我要告诉你的是 这种看法在西方主要是美国非常普遍 但是用这种角度来看问题肯定是偏颇的 因为他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就是大背景 这个大背景就是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 一旦把这个大背景放进去 很多结论就得变 那从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 会看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部分内容 关键矿产供应链全球维度 我们在上一部分说了 美国主要是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待关键矿物供应链的 但我这里也要说一句 并非所有西方国家都是这样一种聚焦中国的视角 比如不少欧洲国家其实更多的从市场供求关系 而不是和中国之间所谓的地缘政治竞争来看这个问题的 这样视角不一样 结论当然也就不一样 我这里有一篇荷兰智库海牙战略研究中心 4月份出的一份报告 题目是欧洲是否应加大力度确保电池矿产供应 问号 这篇报告聚焦在新能源电池问题上 切入面非常的窄 但很有意思 它也折射出全球关键矿物供应链的一些问题 这篇报告关注的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气候变化这个大背景 他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欧盟是最积极也是最激进的力量 而在欧盟的整个战略里面推广电动汽车又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计划到2030年达到在欧盟销售1000万两电动汽车的目标 但是报告说了 现在欧盟的主要精力放在电池技术的研发创新上 这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电动汽车的推广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那就是电池成本下降 这一点在过去表现的很明显 电池成本10年内下降了90% 所以消费者才愿意买电动车才可能取代内燃机车 但是电池不是凭空来的 生产电池需要关键矿产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锂骨还有镍和猛 你注意这四种矿物加上稀土 现在被提到的频率最高 电池生产的迅速扩大 必然造成这些矿产需求大量增加 报告这里就举了德国大众的例子 说光是德国大众在2018年到2020年内消费的电池矿产 就增加了好几倍 你可以看一下PPT 其中的镍增加了11倍 锂增加了9倍多 骨和猛分别增加了8倍和6倍 但这些还只是起步 德国大众的雄心是把锂电池的产能 在未来10年内增加将近10倍 这样一来 消费的矿产当然也会成几倍的增加 然后报告讲到这里又强调 说德国大众可不是唯一一家有如此雄心的企业 几乎欧洲所有汽车锂电池制造企业都在这么打算 这就直接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市场上有那么多矿产供应吗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大量消费矿产 矿产的价格肯定上涨 报告用模型计算以后发现 按照欧盟电池产能的这种扩张速度 如果这么10年以后光是锂的价格就至少上涨两倍 股上涨三倍 原材料价格如此上涨 电池的成本就很难再降了 反而可能上升 报告预计10年以后汽车锂电池成本可能上涨36% 而且导致电动汽车的平均价格上涨3000美元 这样一来相对低价这样一个推广电动汽车的重要动力就没有了 消费者的购买兴趣当然就大大减少 欧盟电动汽车市场能不能按计划扩大就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你看这篇报告发掘的角度和之前美国智库的角度就不一样 它的出发点就是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大背景 着重分析的是清洁能源发展和矿物供应之间的矛盾 而不仅仅是中美两家的竞争 那面对这样一种矛盾 欧盟做好准备了没有呢 报告认为没有 报告说欧盟现在在绿色能源方面投资力度确实很大 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这些资金的具体流向 会发现大部分资金是流向下游项目 也就是电池产能 但与此同时上游也就是采矿和中游 也就是矿产提炼和加工 这些环节上并没有得到什么投资 按报告的计算 过去两三年内累计下游投资和累计上游投资之间的差距高达800亿美元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口 这样的后果很可能是电池产能上得很快 但造电池的矿物却跟不上 最终还是白大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既然这样 那欧盟马上增加对上游的投资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实际可没那么简单 报告说欧盟的决策程序是出了名的长言下之意 不用指望欧盟会很快增加上游投资 另外上游投资和产出的时间周期也很长 普通的矿井从投入到商业生产至少需要5到7年的时间 所以报告说2030年要实现在欧盟销售1000万台电动汽车这样一个宏伟目标 实际上很困难 因为这些电池所需要的矿物欧盟没办法自己满足 说到这里 报告还加了一句有点讽刺意味的话 不可思议欧盟好像没有人意识到如果没有矿物原料的话 就不会有电动车或锂电池从工厂里出来 这句话道理很朴实 和我们中国人说的巧妇难为五米之吹是一个意思 所以你看这篇报告点出了欧盟清洁能源战略里面一个重要短板 那就是清洁能源发展和矿物供应之间的差距 这个差距或者说矛盾就很关键了 给我们分析关键矿物供应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角度 我相信几乎每个看到这篇报告的人都会想 他这里说的是欧盟 那其他地方是不是也差不多呢 或者事业再放大一点 全球是不是都这样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这里有一篇国际能源署五月发布的特别报告 关键矿产在清洁能源转型中的地位 当然国际能源署不属于智库 不过这篇报告的质量非常高 而且是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最全面的研究成果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和前一篇荷兰海牙战略研究中心的报告一样 国际能源署这篇报告关注的也是关键矿物供应问题 和清洁能源转型之间的因果关系 报告开篇就说 今天越来越多国家向碳中和方向努力 所以要大量运用清洁能源技术 但是这些技术需要大量的关键矿物 这里报告专门点了几样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比如电池需要锂涅骨猛 这四样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了 另外风能发电涡轮和电动汽车的发电机离不开稀土 然后所有和电相关的东西都离不开铜 所以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将造成对关键矿物的依赖迅速增加 而这些快速增长的关键矿物需求就可能受到价格波动 地缘政治影响甚至存在供应中断的风险 所以他的观点很明确 下一步关键矿物供应链之所以会出现风险和竞争 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全球清洁能源转型 那全球清洁能源转型 拉动关键矿物消费的幅度会有多大的 报告有个总述 说为了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 也就是把全球升温的幅度 控制在二摄氏度以下 那么到2040年世界各国清洁能源技术的矿产需求总量 至少翻两番 这个数字确实很惊人 然后报告又分门别类对一些具体领域进行了分析 比如风力发电 这一项需要的稀土在2040年可能比今天高三到四倍 另外太阳能发电也好 风力发电也好 输电网络必须得跟上 那输电网络扩张会导致同期同的需求翻一番以上 但这两项和电动汽车和电池相比 绝对是小屋见大屋 报告说这一块才是拉动关键矿物需求的主要力量 我把报告的一张图表放到了PPT上 你可以看一下 电动汽车相关矿物到2040年需求增长至少30倍 其中增长最快的是铃 增长超过40倍 骨盒镍的增长也在20倍左右 那在这种情况下报告就提出警告 说现在全球为清洁能源转型做出的努力呢 实际是很不充分的 没有为这种矿产的大量消耗做好准备 换句话说物质基础有很大风险 为什么这么说呢 报告主要点了两个方面的风险 第一最直接的风险就是矿产供应能不能跟上 报告说在全球加速向清洁能源转型的时候 今天的矿产供应和投资计划 没有达到改造能源部门所需要的水平 全球下一步的相关矿物供应呢 很可能支持不了这个进程 据他的估计 现有的矿山和正在建项目的预期供应量呢 到2030年仅仅满足预计的礼和股需求的一半 以及呢80%的铜需求 所以这个缺口是很大的 第二个风险呢同样重要 那就是矿产供应链的集中程度非常高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脆弱性高 因为鸡蛋集中在少数几个篮子里 我这里插一句话 国际能源署这个机构是1974年成立的 当时成立的主要目的 是应对70年代出现的石油危机 所以这篇报告在讲到关键矿产的时候 自然就扯到了他的老本行传统的油气资源 报告说传统的油气资源就是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重要对象 产油区是不是动荡 海上运输通道是不是安全 都和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安全密切相关 像中东地区这种油气资源负极区啊 从来都是大国争夺的重点 当年伊朗边上的霍尔木斯海峡的情况啊 可以说一直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 那现在清洁能源起来以后 世界对油气资源就没有那么敏感 那下一步关键矿产会不会像传统油气资源那样 成为地缘竞争的重点呢 完全可能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和传统的石油天然气比较起来 清洁能源相关的这些矿物供应 在地理分布上还要集中的多 换言之 要竞争的话 可能比油气资源更加激烈 报告呢 分析了在这些相关原料供应链当中 排在前三位的国家 在世界总产量当中的占比 占比越高 当然就说明产出越集中 我把报告的表格呢 放在PPT上 我们看一眼 我们先看传统的能源 石油和天然气 石油的前三位生产国 美国沙特和俄罗斯 在世界总产量中占43%左右 天然气生产国的前三名 美俄和伊朗呢 占世界总产量的46%左右 都不到50% 可是你再看关键矿产可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清洁能源 涉及最多的涅 鲤鲤骨和稀土这四种矿物 鲤产量的前三名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呢 超过了50% 骨产量的前三位占比将近80% 鲤产量的前三位呢 将近世界总量的90% 稀土产量前三位占到世界总量的将近85% 所以你看啊 清洁能源相关的矿物 在地理分布上 确实比传统能源要集中的多 另外报告还说 矿产供应链是不是过于集中 还不能光看上游的采矿 还要看中游的矿石演练 那下面这张图表 就是分析矿石演练产量的 我就不一一说了 前三位的占比同样非常高 像里和稀土 排在前三位的国家产量呢 甚至占到了世界总产量95%以上 那讲到这里呢 报告的结论就很清楚了 那就是如果从全球维度来看 造成全球矿物供应链风险和竞争 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中美竞争 而是呢 世界各国为了应对气候变化 而加速推进清洁能源转型 这种清洁能源需求和矿物供应之间的差距 才是造成全球矿物供应链风险最主要的原因 报告接着指出 这种风险绝对不小 而且呢 如果不能有效应对 那全球范围内的碳达峰碳中和 下一步将面临严重问题 甚至会造成新的地缘冲突 那问题清楚了 下一步会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期讲座的第三部分 未来竞争会怎么展开 这个问题啊 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全球层面 就是大家共同的应对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个是大国层面 就是别的大国 特别是美国会怎么做 先看第一个全球层面 在这方面呢 我们综合梳理了近期的报告 发现大多数智库和国际能源署 主张的应对方式是三个环节 研发投资再利用 那研发指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增加矿物利用效率 减少单位清洁能源所需要的矿物量 或者是开发替代品 用其他比较容易获得的材料 来替代现在的这些关键矿产 所以这个环节的目标就是四个字 控制需求 投资就是指增加对相关矿山矿景的投入 这就不用解释了 同样可以归纳为四个字 增加供应 第三就是再利用 这一点各家智库报告都非常重视 像上面提到的国际能源署的报告 就强调说随着清洁能源技术推广 像电池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这种新的废物流 在2030年以后可能成为重要的二次供应来源 好上面说的是未来全球应对关键矿产缺口的主要方式 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 那谁能在这三个环节领先 谁就能够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当中 获得不可撼动的地位 所以你看啊 和关键矿产有关的研发投资和再利用 实际上也是下一步国际竞争的关键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大国层面 这可能就更重要了 因为未来真正的竞争也好 风险也好 毕竟主要是在大国之间 这里我们最关注的肯定是美国正在做什么 实际上美国政府最近两年在这个方面已经出了一些战略文件 你要梳理这些文件会发现美国的战略是比较清楚的 它主要下功夫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研发投资和再利用 这三个环节以外还特别强调一点 那就是矿产供应多元化 我这里有一篇法国智库国际关系研究所 也就是Yves Hay近期初的报告 题目是美国矿产主权战略一共20多亿 Yves Hay这家智库我们之前的讲座里面已经多次提到 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那这篇报告重点分析美国在关键矿物供应方面 如何想方设法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其中主要提到的是美国的矿产外交 他说美国的矿产外交主要分为两个圈 第一个圈是盟友圈 美国的盟友里面澳大利亚是个主要的矿产国 美澳之间的双边关键矿物协定已经接近成型 另一个主要盟友是谁呢 加拿大 这个国家我们可能了解不多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矿产大国 2020年从事采矿的人数达到70万人 产值超过1000亿美元 而且就在美国北部距离也近 所以美加矿产合作呢 美国也在力推 报告说在这个基础上 美国可能要在盟友圈子里面进一步推广矿产合作 甚至呢搞出一个西方矿产俱乐部 那另外一个圈子就更大了 报告专门提到美国前年通过的能源资源治理计划 这个计划呢包括11个国家 除了美国以外 其他都是相关矿产高储量国家 像巴西赞比亚钢国金都在里面 而巴西你要知道 它的稀土储量在世界排名是第二 仅次于中国 你看这个成员组成就再清楚不过了 不管美国是怎么说的 它实施这个计划的目标 就是要绕开中国 重新建立一个关键矿产供应链 这个和美国在半导体芯片供应上的思路完全一样 那讲到这里 应该说我们讲的矿产供应链的几个关键层面都出来了 你看啊这个看似突然出现的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多维传导过程的结果 世界要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 结果呢引起了另一个维度 矿产供应链的紧张 然后呢又被另外一个维度 大国竞争主要是美国的战略所强化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多维博弈图景 我们现在呢也越来越看清楚 这种多维博弈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正是当前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之一 它所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实力和意志 更是我们的眼界耐心和认识的深度 好 这一期的全球智库报告解读呢到这里 感谢观看